围绕演唱 上最后演唱 主唱 李宗盛 7点钟左右肯定是正高峰 我们全场有大概就150多 大概在7点钟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天气不对 跟客人讲 因为马上下雨了 你可以都打包带回家 然后客人就是 还是不是蛮愿意走 因为很多人家喝酒 7点15雨来的时候 明显的那个风一吹 那个雨就全进门了 主要还是考虑到顾客的安全 当时我们老板商量一下 老板说可以 我们就也没有犹豫 就拿着话筒拼命的喊 所有人赶快打包 直接几场不用买的 损失金额5万大几 接近6万块钱 在生命面前 你就不谈这些了吗 反过来讲 假如我这里出现 一个什么安全事故 那远远不止损失这5、6万块钱